哈囉大家好,我是艾葵 歡迎回到CUDA教學的第三集 好,那在上一支影片當中呢 我們把這個Trilinear Interpolation這個函數呢 把它從C++移到了這個CUDA上面進行運算 所以我們現在呢,這個運算是在GPU上面執行 但是內容的部分呢還是一樣 我們就是兩個input進來 我們只是先回傳了其中的第一個input而已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就要正式實做這個函數的內容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部分呢 把它用上一次直播當中介紹的這個 正確的這個三線性內插的公式呢 把它實做出來,然後進行這個平行運算這樣子 好,那先簡單回顧一下 上一次就是之前這幾支影片呢 就是比較簡單 因為內容的部分呢 其實你寫過一次之後呢 你只需要 下次你在需要做別的函數的時候 你就只需要複製貼上 然後更改這些函數的名稱啊 然後 比如說把這個check input套用到所有的input上啊 這樣子就非常簡單而已 那今天這支影片的內容 將會是本次教學系列最難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要正式寫這個平行運算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點這樣子 好,那就是先讓大家知道 這一次教學應該是本次系列當中最重要的一支影片 所以大家如果有不懂的話 可以重複多看幾次 好,那我們就正式來實作這個內容的部分吧 好,那首先呢我們就要把這個return的地方呢修改一下 好,那在cuda的寫程式裡面一個重要的一點呢就是呢 我們的這個output呢會在這個程式當中生成 就是我們會在這裡生成一個output 我們首先先生成一個就是空的東西 比如說它可以是zero啊,它可以是once這樣子 我們先生成一個空的 然後我們再慢慢的把它的正確的output把它塞進去 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好,所以呢我們為了要在這裡生成一個output 我們首先要知道這些input跟output的形狀 這樣子 那我們回到這個黑板這裡來 那我們在上一次直播當中有把這個input的形狀算出來 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上次忘記講這個output的形狀 那這邊的話呢也簡單介紹一下就是 因為我是每一個點總共有n個點 那每一個點呢它是它所在的那個立方體的八個頂點的 就是每一個點有f個特徵它的內差 所以內差出來之後每一個點呢會有f個特徵 所以最後的這個output的形狀會是nf這樣子 好 那我把這個變數名稱叫做fitinterp 代表是這個feature的interpolation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 我們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在這裡生成這個output的tensor 好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就先要取得這個n跟f嘛 那取得的方式呢就 如果是 對 接下來我在寫的時候我會先就是 用python講一次 因為大家熟悉python嘛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東西呢 轉成用c++的寫法來把它寫出來這樣子 那如果是在python裡面就很簡單 我的n就是等於feats.shape0這樣子 就是取得這個feats它的 第0個dimension的大小 好那在c++裡它的寫法呢就是 就是int 等於這個feats.size 括號0這樣子 那這個size就是跟python的shape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0代表是第0個dimension 好 那這個c++的寫法呢我找到一個網站 其實就是pytorch它的官方網站啦 那它在這邊呢就有很多這種c++跟python它的寫法的區別的介紹 那這個東西呢我也會貼在這個影片的介紹欄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除了這個n之外還要取得f 那f的話呢就是一樣是從feats當中取得 那它是第二個dimension 所以是這樣子寫 好 那還有一個小的細節啦 就是c++的話你必須要 就是定義這些變數它的形態 那形態就是integer嘛 那我這邊加一個const 代表這些東西是不會變的 就是n跟f是不會變的 那這樣子的話是有助於這個 嗯...compiler它去進行一些optimization 但是...對...其實不加應該也是可以的啦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那有加可能好一點 OK 好 那接下來呢有了這兩個n跟f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生成一個output tensor 那生成的方式呢我們一樣要宣告這個形態 它是一個tensor 那它的名稱叫做fit in term 那我們一開始呢我們說 我們又可以生成一個任意的 就是它的資料可以是任意的 然後我們會在接下來的步驟當中呢 把它一個一個正確的資料把它填進去這樣子 所以我們比如說我們一開始就可以生成一個 全部都是0的tensor這樣子 那...python裡面就是torch.0s 然後後面是它的大小嘛 那...c++的話寫法就是這樣子 ok 那... ok 我在這裡也再寫一次這個python它的寫法 它是torch.0s然後nf ok 那最簡單的寫法就是這樣子 但是... 其實在python裡面除了就是你生成一個 完全都是0的tensor之外 呃...除了給它這個大小之外呢 我們通常還會再加一些 另外的這個keyword argument 首先第一個是 我們可以指定它的資料型態 比如說最簡單的就是我們指定它是 float32就是 我們這些0呢都是32位元的這個浮點數 ok 那除了這個dtype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指定它的這個 要放在哪一個儀器上面 那預設的話就是 cpu我們就是把這個tensor放在cpu上面 那如果是你要放在gpu上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寫這個device等cuda 那如果你有複數的gpu 然後你又想指定它放在哪一個gpu上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cuda後面寫 這個要放在哪一個儀器上面 比如說冒號0就是放在第一台 那冒號1就是放在第二台這樣子 ok 那... 這個同樣的寫法呢 我們在c++裡面也要進行一樣的動作 對 我們要這個zeros我們除了給它大小之外呢 我們也要指定說它的資料型態是怎樣 然後它要放在哪一個儀器上面 ok 那首先呢儀器基本上呢就是 我們生成出來的這個output呢 會放在跟input一樣的這個儀器上面 比如說fit它今天是放在第一台gpu上面 那我這個output就會 一樣放在第一台gpu上面 這樣子 就是為了就是如果你有 複數台gpu的話呢 你會 有可能要做這個 就是 multi gpu的training什麼的 所以我們這個output呢會放在跟input的同一台儀器上面 ok 那這一點是基本上是不管你這個函數是怎麼樣 一定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的output的儀器呢會放在跟input的儀器是同一個上面 好那接下來呢是這個dtype就是這個資料型態的部分 那資料型態的部分就不一定會一樣了 那在我們今天的這個例子呢是一樣的 就是我的這個feature呢它可能是一個float32它可能是一個float16 或是float64 反正就是一個浮點數 那我今天interpolation出來的就是內插出來的這個值呢 它的這個資料型態呢會跟我的這個feature是一模一樣的這樣子 就是不管你的資料型態是16啊32還是64 那我內插出來的這個資料型態會是一樣的 ok 那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例子當中呢 資料型態跟這個feature一樣 那要放在的儀器呢也跟這個feature一樣 所以我們寫法就非常的簡單 我們寫法就是feature.options 這樣子 好 那這個options呢就同時指定了這個資料型態跟這個儀器 對 那我們今天的例子就是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為了就是cover掉所有就是大家可能之後再寫其他函數可能會遇到的各種不同的例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教學呢除了這個trilinear的例子這樣子寫好之外呢 我還會把各種情況的寫法呢順便就是交給大家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例子呢是資料型態一樣 然後device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寫法是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呢我的資料型態我可能跟這個feature不一樣 那要怎麼辦呢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要生成一個都是整數的這個output tensor 那我要怎麼寫呢 對 那這個寫法呢就是比如說我的input的這個shape是一樣的 那我寫法這邊是一樣的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生成一個就是所有東西都是 資料型態是整數的這個output tensor 那我要怎麼寫呢 我可以這樣子寫 我可以用torch 冒號冒號冒號dtype 然後括號 括號裡面我們可以指定它的資料型態 那比如說我要指定它是 就是32位元的整數的話 那它的寫法就是kint32這樣子 對 指定資料型態的方法呢 就是你在後面寫torchdtype 然後指定它的資料型態 那資料型態前面要加一個k 然後後面指定它的資料型態 ok 那這是指定資料型態的方法 那我們剛才有說到我們的儀器呢 始終要放在跟input是同一個儀器上面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給它一個儀器的這個參數 那指定儀器的方式就是 我們在這個dtype指定完之後呢 直接在這個dtype方面加一個點device這樣子 那device的話呢 我就指定跟這個feats一樣的device的話 我就是feats.device 就是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的寫法呢 我就可以生成一個 資料型態為32位元整數的tensor 然後它也是放在跟這個output 放在跟input的feats一樣的這個device上面 ok 那這邊介紹的就是 如果你的資料型態跟input不一樣 它的寫法是長這樣子 對 那如果資料型態是一樣的話呢 那就很簡單直接feats.options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 先生成一個output tensor的方法 那我們 那我們 接下來的步驟呢 我們就要 把這個output tensor它正確的值 一個一個把它丟進去 這樣子 好 好 那在建立完這個output tensor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正式進行這個平行運算了 好 那這部分呢 我們先回顧一下上一次影片說到的 這個平行運算它的原理 那它的原理就是在CPU當中叫出一個kernel 那這個kernel呢 會在CPU上面建立一個grid 那一個grid呢 包含了很多個block 每一個block 又包含了很多個thread 那每一個thread呢 去進行它的平行運算 那在我們的例子裡呢 就是每一個thread呢 它會去進行一個點 跟一個特徵 它的這個線性的內差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要實做這個平行運算 好 那 平行運算 我們要 計算之前呢 我們第一步呢 我們必須要定義這個grid的大小 也就是呢 我們要定義說這個grid呢 它總共有幾個block 那每一個block又總共有幾個thread 這是我們第一步要知道的事情 好 那其實呢 這個block的數量呢 它是根據thread會 呃 我們會進行一個計算來 計算出我們需要幾個block 這樣等一下我們會說到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 呃 我們只要 知道 我們總共需要幾個thread就可以了 那block的數量會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它是怎麼計算的 好 那我們要知道 怎麼知道我們需要幾個thread呢 那我們就需要 回到我們 這個 演算法的地方 我們需要知道 我們總共有幾個dimension 總共有幾個次元是需要平行運算的 OK 那這邊呢 我們上一次有寫出來 我們這個 這個n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點它的內差我們是可以平行運算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的 每一個特徵 它的 運算呢 也是每一個都是獨立的 所以這個我們也可以平行運算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兩個東西 兩個次元是可以平行運算的 OK 那我們知道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定義我們的這個thread的大小了 好 那我們這邊定義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 嗯 thread呢 它是一個就是 總共最多可以有三個次元的東西 三個次元的一個整數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 每一個就是對應到你一個可以平行運算的次元 那所以呢 你就是最多有三個可以平行運算的次元 那如果 平行運算的東西超過三個 那你可能就要 重新 呃 重新構思你的這個演算法要怎麼做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因為平行運算的東西只有兩個 所以我就 這個東西就可以直接這樣寫 好 那我們這邊寫法呢就是 我們 定義一個 DIMM3的thread 那我們這邊裡面呢 告訴他說 這個thread總共要有幾個 好 那這邊有一個就是 Raw of Thumb 就是 一定不會錯的原理 就是 我們threads最多定義為 256個 這樣子 256個thread 那如果今天你有兩個 需要平行運算的東西的話 那 這個東西呢 我們 就可以把它 就是平均分配到 這兩個dimension上面來 當然這邊的話就是 你可以多方嘗試 因為 這個東西就是 你要看你的n跟f 它的就是 balance是怎麼樣 你可以 所以 比如說這個n如果 遠比f大的話 你可能 在這邊的話 你的這個 平行運算的量 就讓它比較多 之類的 那你這個可以 自由做調整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 把它設定成 兩個是一樣的 好了 那因為我總共 最多有256個thread 那我要 平均分配給兩個 那就是 每一個會有16 這樣子 對 16乘以16 就是256 這樣子吧 OK 然後 剛剛說這個256 這個大小呢 其實 呃 它也不是 就是 不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可能 根據你的硬體 你的這個數量 可以 變少或變多 那它的速度可能 會有所不同 那這個的話也是 你可能要 多方嘗試 就是 因為每一個函數 它的運算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 最佳的這個大小呢 也不太一樣 但是我就是 呃 寫了一個256就是 反正就是 可以運行的 就是 蠻快的 這樣子 對如果你要 真正要嘗試到最快的話 那你可能要多方嘗試 比如說128 256 512這種 每一個都試一次 看哪一個是最快的 這樣子 OK 但是 256這個數字 應該是不會有錯的 這樣子 好 好 OK 那我們這邊就是定義了 這個thread的大小 它就是 每一個dimension 總共會有16個這樣子 OK 那總共會有256個thread 那你如果 今天只有一個東西 需要平行運算的話呢 那就比較簡單 你可以 就直接定義一個int就好 那 它的寫法就是 threads等於256 這樣子 或是你要用dim3也可以啦 就是 你可以用dim3thread 然後 括號256 那這個也是一樣的 這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次元 需要平行運算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寫 好 那我們今天因為有兩個次元 需要平行運算 所以我這裡用了這個dim3 然後每一個dimension呢 我把它定義為16 那沒有定義的那個dimension 就是1啦 那不用寫也可以 好 那 那 定義完這個 定義完這個thread的大小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計算出這個block的大小是多少 那 這邊的話呢 我就再畫一張圖 OK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算是 滿重要的一個概念 大家可能要 搞懂這個東西 OK 那假設今天我的n 是20好了 然後f是10 OK 就是假設我今天有20個點要內插 然後每一個點它的特徵是 總共有10個 那我總共會有 就是20乘10的大小 OK 那這個output就是這樣子 那我的output呢 會是20乘以10 這樣子的一個大小的一個tensor 那這邊會有20 我把他寫在這裡好了 這裡會有20 這裡會有10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剛剛說我們生成的thread的大小是 16乘16 所以呢 我這個thread呢 會 一個thread會 包含了 這樣子的一個區域 一個thread會包含16乘16的區域 那 它會是長這樣子的 OK 那這個是一個thread包含了一個區域 應該說是 就是這些thread的 包含的區域 那總共會有16乘16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東西呢 呃 跟這個 原本input的關係 可能是 原本有一個已經超過了 然後這個是不足的 之類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建立block的原理呢 我們接下來要建立block block的原理呢 我們就是要 把這個東西呢 密鋪 使得密鋪完之後 這個thread會覆蓋過所有的這個input 這樣子 OK 所以呢我們 這個block總共有幾個呢 我們就是要根據這個input 跟thread的大小去做一個計算 好 那在我們的例子當中呢 因為 比如說這個 橫軸這邊已經蓋過去了 所以橫軸呢 我只需要一個block 橫軸我只需要一個block 那 中軸呢 因為我這邊還少了嘛 那我就 再多需要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16乘16的thread 我才能把它包起來 對 所以呢 中軸的 我需要的block就會是2 這樣子 OK 這樣子我才能把 整個東西密鋪 對 那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計算block的原理 那計算這個東西呢 有一個公式 那我直接把這個公式 給大家 貼出來 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公式 其實到後來 就是複製貼上而已 跟之前的那些東西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 這邊的話 我是在別的地方寫了 我就直接 複製過來 給大家看好了 那這個blocks呢 就是 就是 首先就是根據你的 n有多少 然後你把這個 需要密鋪的值 把它這樣子算出來 OK 那比如說我們 剛才的n是20 然後 這裡是16的話 那這個算出來的值 就會是2這樣子 那接下來後面的算法 也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這個公式 大家就是 之後就有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那這個的話 就可以把 所需要的block的數量 就是算出來 這樣子 好 OK 那 我們有了這個 block跟thread之後 對 一個thread是長這樣子 那總共有block 這麼多個threads 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input 給密鋪 那 密鋪完之後呢 大家可就可以 自然的想像到 就是說 我每一個input 它的每一個東西 它的計算呢 就是由 當前這個 蓋到這個 input 它的這個thread 去 進行一個運算 這樣子 所以這個點的 最後的計算呢 就是由 第一個thread 的第一個 應該說 第一個block的 第一個thread 去進行運算 那這一點它的output 會是 第一個block 它的這個位置的thread 去進行運算 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OK 好 那定義完這個block 跟thread 它的大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呃 像剛才的這個圖片一樣 我們就可以正式的 丟出一個kernel了 那英文就叫 launch a kernel 這樣 那我們就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丟出一個kernel 這樣子 那 這個寫法呢 一樣 這個東西也是複製貼上 那我就貼上完之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它 是在做什麼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寫法 基本上也是固定的 OK 那 這個東西呢 如果大家覺得 我的講解 不太清楚的話呢 呃 這個講解 也有在官方的這個 網站上 進行一個說明 就是這個函數 它是在 呃 呃 等一下喔 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 好 直接查好了 AT 對對對 好 反正它也有在這個 官方的這個 網站上面進行一個說明 對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等一下聽完我的講解 還是不太清楚的話 可以到官方網站去進行一個 查看 好 那我這邊就 來進行我的講解 剛才我們是說 定義完這個 block跟thread的大小之後呢 我們要進行一個 launch kernel的一個動作 好 那這個launch kernel呢 就是在這個函數當中 進行一個實現 好 那我們首先介紹這個 第一個這個 名稱 它是 Dispatch Floating Types 它代表的是說 我們今天launch的 這個kernel呢 它是去進行一個 嗯 Floating Type 也就是浮點數的運算 那這個浮點數呢 這樣子寫呢 是包含 Float32 跟 Float64 就是 預設的話 就是 PyTorch浮點數是 32位元 那你今天可能 如果又要更加高精度的話 你可能需要 64位元 那你就是 用這個方法呢 你就是可以 去進行這個32位元 或是64位元的計算 這樣子 好 那 我這邊呢 一樣也是講解 如果你今天要做不同的 這個 形態的運算的話 要怎麼寫 那比如說 有些時候呢 我們 會需要進行半精度的計算 來提高這個速度 或者是 減少這個memory的使用量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 再加一個東西 叫做 底線half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64位元 那32位元之外呢 他也可以同時進行這個 16位元的這個計算 這樣子 好 那 還有呢 如果你今天要進行的 不是浮點數的運算 而是整數 或者是 就是 反正就是32位元 或是64位元 這種 整數的運算的話呢 那他的寫法是 AT Dispatch 大家可以看到說 就是如果你有自動完成的話 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各種 對 那剛才說的這個 如果是整數的話呢 那你可以用這個 AT Dispatch Integral Types 這樣子 來讓他去進行一個整數的運算 好 那這是第一個這個函數的名稱的用法 好 那接下來 這個函數的第一個這個參數呢 就是 你實際要去進行運算的這個 資料型態是怎樣的 那這個 取得資料型態的方法呢 就是 我們 拿一個input進來 然後點type 那這個東西呢 就會 就是取得這個東西 他的 資料型態 是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 Feeds呢 是一個float32的話呢 那他今天launch出來的 這個kernel呢 就會去進行一個 float32的運算 那意思類推 好 那這是第一個參數的功用 那接下來第二個參數呢 是 這個東西呢 是你可以指定一個 函數的名稱 那基本上你就指定 跟你這邊的函數名稱 一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的用處呢 是 如果今天這個kernel 就是 執行的時候失敗了 那他會 就是丟出一個錯誤訊息 那他會告訴你說 是什麼函數 那裡出錯了 那那個什麼函數呢 他會使用的是 這個東西的名稱 對 所以如果你這個東西 設定跟這個一樣的話呢 那在出錯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好的掌握說 是哪一個函數出錯了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建議說第二個函數的名稱 這個字串呢 你設定跟 你這個函數名稱是一樣的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下面這邊就是 正式的 丟出這個kernel的動作 那 丟出這個kernel呢 你首先呢 需要指定一個kernel的名稱 那這個kernel呢 我們等一下會 在上面寫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函數 對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上面 定義這個函數是長怎樣的 好 那 這個函數呢 他 OK 那 剛剛說到一半 剛剛說這個函數呢 他的功用呢 就是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他的input 有三個 對 那這三個input呢 其實就是我們 原本的兩個input 加上我們 今天需要填的這個output 我們會把這三個東西呢 同時丟到這個kernel裡面來 那這個kernel的用處呢 就是 進行正式的這個 三線性內插的運算 就是他會取得這個input 然後計算完之後 丟到這個output裡面來 這樣子 好 那這個詳細的 過程呢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 教學又有點久了 所以正式的這個過程呢 可能還是要等到下一次教學再 進行詳細的講解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 對 我覺得這個教學影片 我還是慢慢的講好了 今天的話 因為就是講了比較多細節的部分 所以這個進度的話 可能有點慢 希望大家見諒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 最後總結一下 講解的部分 就是我們 呃 這個 這個 庫打裡面呢 我們 呃 生成這個output的方法呢 是我們先生成一個空的output 然後我們再去進行一個kernel的啟動 然後把這個output的一個一個填進來 那 首先呢這個output的生成方式呢 我們需要生成正確的資料形態 以及放在正確的這個 呃 儀器上面 那它的寫法 呃 影片當中有說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是 要 呃 launch一個kernel之前呢 我們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 決定這個thread的大小 那thread的大小的決定方法 那就是看你今天有幾個需要平行運算的部分 那你就 呃 建立就是有幾個次元的這個thread 那比如說我今天是兩個次元 我就 呃 每個次元各給他16個thread 那乘起來是256 那這個數字的話 大家可以就是自行去進行一個調整 好 那接下來這個block的計算方式呢 就是像剛才這個畫圖畫出來的一樣 我們就是必須要讓這個thread乘以 呃應該說block乘以thread這個東西呢 密鋪 蓋住所有這個output的它的這個tensor 那 以此來去進行每一個它的元素它的計算 這樣子 好 那計算的方式就是 有一個公式 那之後大家就是複製貼上這個公式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一步呢是 正式進行這個launch kernel的動作 那launch kernel的動作我首先就是 介紹了它的雛形是長這樣子 就是 需要 叫出這個函數 那前面兩個參數它的功用是這樣子 那 下一支影片呢會正式的進行這個 裡面這個kernel的這個書寫 那 對 會 就是終於正式進行到這個 三線性內插它的實作 然後也會 跟大家介紹說這個input它要怎麼寫 這樣子 對 那今天的話內容可能比較少 但是細節的部分蠻多的就是 大家 希望可以就是重複多看幾次 那如果有看不懂或是覺得我講解不詳細的地方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公式這個教學的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講到這個at dispatch這個type的地方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它的公式的講解 好 那今天的教學的話呢 呃 內容不多但細節很多 就是 先講到這個地方 那下次我們 正式呢會開始講這個kernel的這個函數 是怎麼樣書寫的 好 那今天的教學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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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